花蓮市国连里一处停车场 因为年久失修 地上的停车位标现几乎都快看不见了 民众是凭着默契来停车 不过日前有人直接停在通道上 让其他车辆是没有办法离开 虽然车主他留下了联络方式 不过打电话没有人接 让受害苦主等了一个多小时 痛病真的是太自私了 有位民众刚吃完饭走到停车场 就看到一台红色轿车 大喇喇的停在停车场的行进空间 导致左侧车辆无法动弹 虽然挡风玻璃上有留下电话 但是怎么样也联络不上人 让受害车主是相当无奈 在现场苦等了一个多小时 当然是挡住就不行了 像这个没有挡住人家每天都在停 这夸张行径就出现在 花蓮市国连里的一处停车场 但是因为停车场并非道路用地 就算警察到场也无法处理 路外停车场警方可以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56条一项9款不依位置时间方式车总停车 处罚600到1200以下的罚缓 那路内停车场是由相关的全责单位管理 那我们警方会协助主管机关通知车主移车 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再去就现有在没有委外之前 现况的这个停车格位的表现的部分 我们再去做加强 违规停车影响到其他用路人 造成守法民众莫大困扰 建议民众还是要秉持公德心 别贪图方便牺牲别人的权益 记者 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